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谈全球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跟您一起来关心环保气候议题的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今天同样的是邀请我们的记者丽君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丽君你好 丽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丽君今天是入秋之后 第一道东北季风南下 也代表说北半球正式跟夏天的气候形态来告别了 那么现在入秋之后呢 好不容易哦 我们好像这个温度稍微降下来了一点 可是其实今年在夏天的时候 北半球真的过得很辛苦 不是暴雨啦 就是干旱啦 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议题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地区 这是在美西 他们今年是面临了1200年最极端的干旱 他举一个例子是鲍威尔湖 是在1960年来面临了最低水位 这两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是2017年8月跟今年8月相比 确实可以发现 这一个湖面的面积明显的缩小了很多 所以说它的水位也明显的降低了 另一个还要看到的是加州 我们看到哇这个土壤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干的感觉 而且呢 现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气候模型还预测说 未来在几十年美西这个地方还会持续面临像这样子比较干旱的情形 所以说恐怕像这样子比较极端的气候还是会继续下去的 另一个地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非洲 非洲也面临了干旱哦 我们要来看包含像是伊索比亚还有肯亚地区 现在也因为干旱的关系有两千两百万人面临饥饿 还有索马利亚他们3到5月的降雨啊也面临了60年来的最低记录 可是好在北边这边这么干南边呢却出现了 诶这个雨却比平常还要高 像是哦这个南苏丹跟南非洲的雨量居然是比正常值还要高出很多 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统计发现哦 在1970年到1979年跟2010年还有2019年相比 干旱的次数增加了三倍 那么洪灾的次数更是增加了十倍之多 所以显然现在极端气候是越来越频繁了 那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呢 包含欧洲中国大陆也面临相同的状况 对因为其实他们现在啊 有一个9月干旱指标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欧洲它是面临500年来的最严重的干旱 可以看到一样就是莱银河这边跟去年相比 现在的核位已经飞的水位已经降得非常低了 又影响到了像是他们的一些运输啊 可能会造成能源运输匮乏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他们还有做一个这个指标性 就是说来用卫星监测这个土壤中的湿度 那其实我跟过去三个月跟这个本世纪出来相比的话 现在欧洲夏天相比2001年到2016年呢 是更干旱的更干燥的 而且其中欧洲有一半的土壤 它其实是湿度不足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这整个欧洲也是面临大旱 接下来是看到中国大陆这边呢 它是发生了南大旱北洪水的一个状况 北部发生暴雨 其中呢像是在辽河这边呢 它是变成了是1961年来的第二高水位 不过在南部它变成就是非常的干燥 非常干旱 长江武汉这边水位呢 是跌破了磁市公尺1865年来的最低点 另外呢可以看到 博洋湖这边一样就是非常的干 所以整个水位也都非常的低 其实就是变成是极端气候所引发的一个效应 确实哦 之前我们也谈过 在博洋湖这边也因为干旱的关系 所以影响到今年大闸蟹 价格也变贵 而且它们呢都是营养不良的状况 可是有些人可能要好奇说 我们常常说这些非洲啦 或是美西地区不是本来就偏干吗 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讲今年特别严重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 我们继续带你来分析 这个极端气候它是一个环环商扣的 过去我们讲这种典型的干旱状况 它其实需要连续几季 甚至是好几年才会形成的 但是今年发生什么事情呢 今年出现的是突发干旱 主要就是因为雨很少 又出现了这种极端的高温 所以说把这个土壤啊 还有这边的一些地区上的空气 瞬间造成了这种干旱状况 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 其实包含不只是人啦 很多动植物也是措手不及的 所以为什么今年的干旱特别严重 特别受到大家的重视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有科学家他也说 今年的旱灾它波及的范围 也是数十年来最广的哦 因为雨很少空气土壤湿度降低之后 有一些地区它可能本身就比较脆弱 那它的旱灾风险就会增加 比如说像我们说的 它的种植的植物比较单一化啦 或者是说它的土壤的坚韧度 并不是那么强那么足够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面临像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比如说土壤熏裂 或者是种不出植物的情形 而现在他们也预期说 这个旱灾的状况呢 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还会越来越频繁哦 那么其他专家他们有怎么认为 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突发干旱的状况 就是发生容易发生骚汗的地区呢 其实就是这个巴西还有非洲北部 以及印度东非大裂谷 还有美国中部 中国东北部这些地区 而其中因为其实科学家 他们有做出一个研究统计哦 如果从2000年到2019年 其中呢就发生了134场的大旱灾 那其中有70场都发生在东非的地方 那其实现在科学家他们也讲到说 这也许可能只会持续一到三个月 但如果是发生在农作物收成的旺季 或是会造成就是森林大火 这种高危时节的时候呢 就可能会影响非常的大 可能会破坏力非常的巨大 另外他们还有就是联合国这边 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报告 就说2000年呢 全球的气温如果比现在增加了三度 干旱就会导致农作物欠收 而且其他的经济代价呢 可能会变得更大 将比现在高出了五倍 而且现在联合国他们其实有个统计是说 2020年到2021年全球的穀物 已经减少收成3% 所以其实这整个是全面性的影响 所以说看起来这个极端气候高温 带来的这个干旱 不只是冲击到我们的穀物 还有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有一些连就是可能我们常见的 街道上常见的一些树木啦 也hold不住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生在英国 今年8月的时候照理来说英国是夏天很热啊 可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板上看到的居然是枯叶 怎么回事还以为是入秋了呢 可是明明温度很高 可是为什么以往到了秋天冬天才会开始枯黄的这些树木 现在却提早好像这个机制上也大乱了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高温干旱与又少的关系 所以说让这个树木呢 它以为秋季来临了 也就是所谓的假秋 那么科学家认为说这主要就是因为树木 它们过度的紧张疲劳 所以它停止活动了 一部分也是用这个机制啦 希望可以让它来保护它的一个树根 确实是很怪异 可是也可以显现说现在气候变迁之下 像我们常看到的动植物绝对是首当其冲 它们也会有一些怪异的状况产生 那么现在它开始落叶之后 改变了树叶的一个颜色 那么有科学家他现在很担心了 如果说是一些成年的树木 它的根本来扎的就比较深 而且蔓延的比较广 它也许可以度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危机 但是一些像是我们街边看到的 主要年轻的树木 它的根也许还没那么广 扎的还没那么深 它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一次的气候变迁之下 它就哭死了 它就没有办法再活过来 那么甚至说还有一个奇怪的状况是 它们还提早结果 发现是有些地方 它们的莓果是提早结出来的 那么就对于有一些可能会在定时间 来试这些果实的动物 它们就很担心 它们的时间大乱了 那等到它们真的应该要来采收这个果实的时候 反而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所以说不是叶子枯黄就是提早结果 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这样子的状况也让英国的科学家感到非常的担忧 但是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它的叶子枯黄之后 还有办法面临第二春吗 那么另外除了树木之外 还有哪些地方也受到影响 因为刚讲到就是落叶 其实它们改变它们颜色 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已经需要雨水来补充它们的水分 所以有一点发黄的这些树木啊 透过雨水充足的话 它们还是可以来恢复生机的 但是呢不能通过这些树位上的系统来补充水分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它们脱水 甚至就是枯萎 所以就现在其实就它们面临到就是提早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它们土壤的湿度水分不足 那因为刚刚讲到欧洲 现在就是高温以及干旱的一个状况啊 所以它们的土壤其实都是非常干 刚刚讲到的研究报告 就是说它们的土壤湿度是严重不足的 很低 所以最直接的影响就会影响到就是一些树木啊 的发芽状况 就可能会导致它们无法生长 那另外如果它们的河水下降 因为太干了 河水下降之后 其实不只影响到我们的树木 或是我们的植物 其实还会影响到就是我们动物生存的空间 包含它们如果果实 刚刚那个书也讲到结果的时候 它现在反而要食用的时候 却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所以会导致它们的生活环境也会出现一些危机 好 其实不只我们刚刚讲到的英国还有欧洲 在中国大陆这边它其实也面临一些问题 我们都知道秋老虎过去影响了一周的时间 在中国大陆其实温度也很高 都在三十几度以上 可是现在它们也面临了一个严重状况 就是居然在一夜入冬 而且它们很特别哦 是居然首次发布了寒潮跟高温预警 而且像是核肥在短短三天 居然温度就骤降了25度 怎么回事 我们一起来看正则报道 新疆马纳斯县山区一片白萌萌 牛群踏在7公分厚厚积雪之中 连乌鲁木齐也白雪纷纷 十一年假刚开始 中国大陆迹象局就在10月2日发布寒潮预警 从短袖到毛衣只差一股寒潮 从短袖到毛衣真的不夸张 和台湾寒流定义不一样 主要看台北气温有没有低于摄氏10度 大陆的寒潮必须符合短时间内气温走降 使某地的日最低气温24小时内 降温幅度大于等于8摄氏度 或48小时内降温幅度大于等于10摄氏度 或72小时内降温幅度大于等于12摄氏度 大陆东北华北华中部分地区 一天内可能狂降超过摄氏10度 而随着冷空气往南移动 这种断崖式降温只会越来越惊人 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代而言 降温之前这里热得如同常年的盛夏 但是降温之后呢 最高气温可能会降到不足20度 来看一下合肥 今晚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9度 但是到6号的时候 最高气温降到只有14度 短短三天竟然出现25度温差 大陆官媒不断警告民众注意保暖 第一个呢就是加一要注意天一保暖 特别是手和脸的保暖 第二个是加固要关好门窗 固紧室外的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 这波寒潮不止来得猛 也是有史以来最早发布预警的一次 看看过去五年上个记录 是在去年10月15 2020和2018年甚至到12月 才首发寒潮预警 和今年10月2日相比 足足差超过两个月 不过更不寻常的是这个 寒潮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 寒潮预警和高温预警 齐发历史首次 大陆北方寒潮低温 南方却发高温预警 在4日5日寒潮抵达之前 浙江江苏等地气温 甚至会逼近摄氏40度 创10月历史新高 江南 华南北部 江汉 江淮等地 高温天气持续发展 日最高气温一般有35到37摄氏度 福建 浙江 江西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摄氏度 对江西来说 高温来的相当不是时候 因为9月以来的干旱还没解决 全省的干旱 中旱以上的面积 达到了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地方政府送水旧农田 而鄱阳湖面积狂缩 9月底第一波候鸟来 已经出现觅食问题 10月下旬第二波 几十万只候鸟恐怕能够终去吃 冷热预警齐发 寒潮提早报道 还有严重干旱 这些旱气候变迁脱不了关系 当前回复的一个时期 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 仍然面临一些的挑战 主要表现在 一是这项工作的基础工作 相对于不弱 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增强 大陆官方目标2035年建构一个 能适应气候变迁的社会 不过未来这十几年极端天气挑战 恐怕只会越来越难对付 TBS新闻中文报导 好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高温干旱啦 或者是暴雨 对这些土壤或者是某些地区带来 比较明显的这种气候变迁的状况 但是接着我们来看喔 在亚洲地区 除了刚刚大陆一夜入冬之外 还有包含在居住安全上面 也是我们亚洲人要特别注意的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 这个是都市化过头 现在亚洲沿海的城市加速下限 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到 这个是新加坡研究 它说南亚跟东南亚沿岸的城市 因为地层下限很严重 现在已经冲击到了千万人 可能要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风险了 而且现在呢 华盛顿邮表他们也报导说 分析了2014到2020年的卫星影像 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评估48个人口500万以上地区的 沿岸城市状况呢 有明显地层下限 而且速度很快喔 所以说未来在亚洲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开始要慢慢的 要有这个危机意识了 那么哪些地方是地层下限 最严重的几个国家或地区呢 再潜力军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它这个研究啊 主要就指出说 这种沿海城市的下限问题 那第一名的话 就是在这个越南的胡志明市 它每年呢 是以这16.2毫米下沉 它是速度最快的 而且其他还有包含 像是孟加拉吉大港 还有印尼亚加达 还有缅甸的阳光 这他们在过去呢 都有曾经有发生过 下限20毫米的这种状况 那其实不止 刚刚讲到这些城市很多 所以包含 其实像我们台湾 也是四面环海 因为它就说虽然这些下陕 不一定都是这个气候变迁造成的 有可能是都市化 或者是我们一些海浪侵蚀的一个状况 但是其实如果是气候变迁 会导致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话 就会冲击到这个城市的发展 或是会引发我们的生命安全 另外呢 因为它就说主要的原因就是 新建我们大量就是密集的这种建物 建物还有大量的地下水被抽走 这个状况 其实就发生像台湾的西部 就有这样子很严重的情形 是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联合国他们就预测了 如果2050年呢 会有超过10亿的人呢 会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风险 然后如果在本世纪的海平面上升 如果即便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 有下降的话 我们还是海平面还是会上升到60公分 其实不管我们可能 即便在阻止我们的气候暖化 但是这个海平面上升速度 还是会继续的 所以就算我们现在努力的减少排碳 或者是降低温室气体 这件事情看起来还是迟早会发生的 对 还是会发生 对 确实也像刚刚立军所说的 我们的西部地区也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 有一些像是高铁啦 或者是说 现在地层下陷越来越严重 遇到大潮的时候 像是之前就常常会报导说 可能会有一些海水倒灌的问题 所以说地层下陷超超地下水 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特别是我们要说到 这个海平面上升的风险 如果又继续超超地下水的话 恐怕这个样子 这个结论呢 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不过呢 现在好像这样子的一些讯号都显示说 我们必须要赶快来行动了 那么如果说要每一个人都行动的话 必须可能要有一些人来帮忙 推一点力 那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这个韩国女团 她们是Blackpink 她们呢 现在呢也出来了 要跟大家来呼吁一下 希望可以一起来做好节能减碳 来减少这些能源消耗 那么她们做了哪些事情 提倡哪些东西 因为她们这一次呢 就是登上这个联合国的舞台 主要就是要来提倡永续地球 那其实她们提出了三大的主题 主要就是说可以降低能源的消耗 以及我们在选择在地的产品 还有减少浪费食物 像这个选择在地的产品 我们之前的每一次都有在讲到说 可以减少这个碳足迹的排放 尤其可能在地啊 或是时令季节的食物是最好 对 当季食物就可以 就是减少这种冷冻啊 冷冻的过程再排放出 运送 对 运送 然后排放出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 另外呢 她就是主要就是要提倡这个永续发展 然后她们也讲到说 因为我们必须要赶紧采取行动 来创造可以持续 不遗漏任何人的一个世界 所以主要她就是希望 用她们自己的影响力 希望呼吁大家一起来 就是加入这个永续地球的行动 确实啦 尤其她们最近真的是非常的红 也希望她们的影响力可以来带动大家一些 继续一起做好像是永续发展的一些议题 像是她刚才提到的啦 降低能源消耗 选择在地产品跟减少浪费食物 其实好像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像是可以吃一些比较当季的食物啦 或者是选择MIT的一些产品 也可以帮助一下小农 然后还有重点是降低能源消耗 比如说就像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啦 也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 因为现在刚刚我们看了这么多 现在北半球地区啊 不是这个旱灾就是暴雨洪灾 所以说虽然我们在台湾 真的还算是蛮幸福的 可是接下来这种气候变迁喔 不是没有一个国家是逃得掉的 必须要赶快趁现在来好好的做一些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了 那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来看到 这一个是极端气候的袭击之下 这个就跟你我的荷包是有关了 我们来看到的是 刚刚提到了好多地方 像是这个西班牙啦 法国也面临了热浪的冲击 还有我们提到美西啊 非洲啊 甚至是中国大陆等等 那么像是包含我们提到的 这个大陆宁夏河北 他们现在也面临的是高温的风险 像是旱灾啊 缺水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以前可能是百年一次大旱 现在好像已经缩短到可能十几年来 就突然出现一次的大汗 而且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 突然的这种骤汗 不是过去这种典型的 汗季的一个状况出现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了 而且呢 当汗季出现的时候 直接冲击到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安全 像是这个是根据联合国他们的一个报导 就是说他们预估呢 破坏了三分之一的稻米跟谷物 还有饲料的收成 这个是在意大利 而且呢 他们也认为说欧盟现在呢 也下调了软麦的收成预期 从原本的1.3亿吨 已经降到了1.25亿吨了 这代表说现在的收成是越来越差了 主要就是因为干旱的关系水不够 所以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啦 这些麦子啦 或是这些动植物 它根本就是生长不起来的状况 所以冲击到了我们的粮食之后 现在今年还特别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战争 那么战争对于我们的粮食又有哪一些冲击呢 因为刚刚讲到我们现在因为气候变迁 我们的粮食像生产量都已经下降了 那包括了现在二乌战争 尤其因为乌克兰 乌克兰就是这个欧洲的粮仓嘛 那现在很多的粮食 就是黄小玉这些都是减产的一个状况 那再加上气候变迁 其实就会造成我们的粮食短缺 另外粮食短缺其实很多 因为刚刚讲到的黄小玉 就是我们的动物饲料 最主要的一个原料嘛 那我们现在的原料成本减少之后 我们的价格也会开始推升 就是会推升上是我们的其他鱼肉的价格 像是鸡肉啊猪肉的价格 都是往上涨的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面临到的 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通膨 而且通膨是越来越严重 对就是现在各国包含了欧洲 尤其欧洲的通膨又比台湾更严重非常多 所以它其实凸显的状况就是我们应对气候问题的迫切性 就变成说我们不再只是要防止可能气候变迁的一个直上谈兵 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到的就是粮食安全危机 是确实提到这个通膨上我自己就非常有感 我可能去连锁超市买肉的时候 我就发现不只是牛肉超级贵 贵到买不下去 连猪肉现在也都要慢慢缩手了 确实这个价格真的跟以前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那么另外像是通膨加剧这一部分啊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也很有感 就是因为美国联准会真的阴浪太强了 疯狂的就是一直升息之下 对也带动整个就是股市啊 出现了非常剧烈的震荡啊 甚至还有这个美国四大指数 曾经就是一度大跌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这几天好不容易稍微受到一点激励的状况有回升 可是哦只要这个战争不结束的话 我们的气候粮食危机在这个加剧之下 粮食短缺问题绝对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像是在非洲这个地方 有两千两百万人现在也是面临粮食短缺的一个危机 虽然说我们真的很幸运目前在台湾 还没有遇到这样子比较危机的状况 可是在通膨加剧之下 真的让大家的荷包现在是越来越紧缩了 相信很多人也是觉得生活过的是越来越辛苦 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气候变迁跟我没有关系哦 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来做好一些解能解碳 赶快从自身做起的话 当这一个气候变迁或者是温室气体的效应 越来越加剧的时候 它是环环相扣的 它会导致我们的土地越来越干涸 那么土地越干涸状况上 越种不出植物 我们的植物 我们这些粮食啦 或者是通膨又会再更严重一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带来 带您来看的是现在哦 不只是在我们提到的西班牙法国 现在面临土壤干涸的状况 还有中国大陆也面临的是水资源的危机哦 他们现在也面临严重的干旱危机 刚刚提到的是颇阳湖出现了71年来的最低水位之外 现在连带整个农作物也出现了警讯 而且不只是中国大陆 包含像是印度拉巴基斯坦这些稻米的生产大国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状况哦 我们一起来看这则专题报道 从高处往下看环绕四周 光秃秃黄沙还不少 这是中国大陆知名景点颇阳湖 本来应该是四面环水的湖光美景 现在却是孤零零的绿洲跟黄沙 大陆干旱情况严重 就连最大的淡水湖也创下了71年来最低水位记录 由于湖面萎缩 湖区甚至形成的像一条河 这次最主要就是太平洋高压的异常 太平洋高压往年就是等于是说在我们的西太平洋这个地方发展 今年延伸到整个中国的内陆 所以基本上创下中国从1961年 有比较好的气象观测史以来最热 另外一个就是干旱 热浪跟干旱在夏天是两个同时来的兄弟 所以基本上它却在中国同时发生 事实上台湾在那个边缘 我们也常受到降雨特别的少 大概平均的三分之一 中国大陆遭遇高温旱灾危机 不少地方都出现干旱 除了颇洋湖 长江二周段的水位 甚至来到1865年以来的低点 1865年是第一次有记录长江水温的时间 旱灾也导致中国各地出现农作物危机 甚至导致全球性的粮食与工业原料缺乏 相关后续影响非常深远 预期类似这种事件在全球暖化的大的条件之下 这种极端的异常 特别是夏天 比夏天还要更热的夏天 会更常容易出现 中国大陆水资源面临无法永去利用的困境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标准 一个地区的每年供水量 跌破每人1700立方公尺的时候 就是水资源紧张 若跌破每人1000立方公尺 就是水资源短缺 跌破500立方公尺 则是水资源绝对稀缺 2020年统计资料 华北平原居民每年每人只能分到253立方公尺的水资源 北京上海天津大城市情况也差不多 中国大陆正面临极端气候挑战 过去20年来 农民也被要求要大力生产玉米 稻米和小麦 要达到一个确保股物 基本自己口粮绝对安全的政策目标 那粮食自给率其实长年也维持在8成左右 其中属于这个重要粮仓的华北平原地区 却常常有这个干旱的问题 今年也面对了干旱的状况 但是在这个抽取地下水的情况下 还有这个农田水利设施技术经营下 其实多少还是可以维持生产 只是华北地区这样大量抽取地下水的过程 其实超过自然环境可以补助的一个程度 加上中国大陆华北平原地下水存量快速减少 甚至出现水层崩塌 华北生产的小麦约占全国60% 玉米45% 棉花35% 花生64% 华北年产小麦约8000万吨 相当于俄罗斯全年产量 若华北出现危机 华南水稻产量也大幅下跌 中国就有可能在国际市场大肆购买稻米小麦跟玉米 尤其是全球稻米生产大国中国 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受到极端气候侵袭 威胁今年稻米收成 估计将冲击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20亿人口 目前在出口农产品的部分 依据2021年的统计 主要是以国物出口 有达到11.8亿美金 大概262万公吨 其中主要是蔬菜跟水产 分别是157.7亿 还有219亿美金是最多的 水果大概是出口是75.1亿美金 那其实中国大陆本身还是大量的粮食进口国 它的粮食储备量目前是高达世界第一 但是将来其实他们本身还是会面临到一些粮食缺口的问题 水资源短缺将冲击能源领域 水电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清洁能源来源 2020年数据就占了总发电量的18% 包括燃煤核能等发电方式 同样少不了大量用水 但水库水位过低 一年已经损失了15%的水力发电量 这相当于埃及全国的全年用电量 中国大陆的水资源危机不容小觑 现在是一个关键期 假如我们现在不重视它 未来并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我想全世界都会面临 气候变迁产生的极端气象 那未来会越来越严重 缺水危机影响甚大 包含用水粮食发电能源 若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改善之法 对于正在发展经济的中国大陆来说 极端气候将会是严峻的课题挑战 天约新闻何向来一鸣综合报道 未来不只是中国大陆 其实这样子状况 是我们全球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 好像是站在一个转列点 一个十字路口 所以说看起得出来这种 要我们要保护环境 减少这些排放 是势在必行了 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 或者是下下一代 在居住安全 还有粮食危机上面的危机 这个风险才能够降到最低 好谢谢丽君今天带来的解说跟分析 环保休一提 我们下周三再见咯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